武神主宰 第5728章 古仙鹿 作者 按摩师 秦晨一顿输出 怨气重重 文言 古弟却是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小友啊小友 你这家伙 可真是鸡贼 什么你是棋子 我玩弄你鼓掌之中 明明是我才是你们一家的棋子好吗 古弟忧愿开口 啊 秦晨文言 顿时愣住 靠 这古弟前辈 不上套啊 他当即接着苦笑摇头道 古弟前辈 您何出此言 以您老的实力 还能是棋子 至于前辈所说的一家人 应该是我那便宜老爹吧 哎 您老是知道的 我可是连我那便宜老爹一面都没见过 前辈总不能把这事污蔑在我头上吧 更何况 古弟前辈 您在明界的所作所为 乃是和明界明神的约定 总不能全都赖在我老爹头上吧 秦晨连忙开口 一副苦唧唧的样子 哈哈 秦晨小友 你这话说出来 自己都不害臊 不脸红的吗 古弟盯着秦晨 一脸无语 然后看向思思 你这爱人 乃是明神之女 也就是说 明神乃是你的老丈人 老丈人那也是一家人 总不能你只认爹 不认老丈人吧 秦晨 他整个愣住 看着思思 好像似乎也有点道理 思思是自己爱人 而明神则是思思的父亲 好像 也是自己的一家人 妈的 这古弟前辈 还真是鸡贼 这都能圆回来 秦晨脑子转了起来 急忙到 前辈 话总不能那么说 你看 你和明神那老 呃 他老人家合作 也是为了复活自己的麾下 如今 你麾下都已经复活 也算是得到了不少好处 怎么能把自己 说成是棋子呢 呵呵 古弟看着秦晨细血一笑 如果这么说的话 秦晨小友 这轮得到的好处 那可是谁都比不上你啊 你想想 你去明界前什么修为 现在又是什么修为 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 如今明界早已肃清一切 你爱人乃是明神之女 如今明神不在明界 整个明界 乃是你和你爱人掌管 得了这么大一个便宜 比起本地来 怕是只多不少啊 古弟笑名的道 秦晨 这古弟前辈 还真是尤言不尽 这都说不通他 算了 继续扯下去 怕是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想到这 秦晨目光一转 落在古弟身上的锁链之上 古弟前辈 你当初说 想要解除这锁链 需要晚辈彻底掌控体内的神雷之力 不知古弟前辈 你现在还需不需要晚辈解开束缚了 秦晨带着好奇地问道 古弟 整个人瞬间愣住 马德 这小子说 这话什么意思 靠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人心不古啊 古弟挤出一丝笑容 嗨嗨 不知秦晨小友来我这是想知晓什么 本帝必定知无不言 秦晨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之前就这么说不就行了吗 秦晨开口道 还是关于我父亲的事 古弟急忙摇头 秦晨小友 不是我不说 实在是关于那一位的事 我 秦晨皱眉道 前辈 我也不为难你 如今的 我已跨入大地境界 难道连一点都不能告知吗 古弟沉思片刻 叹息道 秦晨小友 不是我不愿告知 而是此事事关因果 以小友你的修为 应该也知道 这天地间大道运转 因果轮回 有些事情 一旦说出来 便可能冥冥之中 破坏后面的可能 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毕竟 那一位布局甚大 不仅是我 明鉴 明神 还有宇宙海诸多事情 都在他的布局之中 若因我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再见那位时 我怕难辞其咎啊 古弟连连摇头 在看到秦晨脸色 破破为难看之后 又急忙道 不过小友你也不必着急 他微微沉思 玄机咬牙道 若小友你非要知晓你父母的事 可前往宇宙海的古仙路 或许就能打探到 关于你父母的一些东西 我能说的 也只有这些了 古仙路 秦晨皱眉 对 那是宇宙海深处 无数强者所要走的终极之路 不受宇宙海任何一个顶级势力把控 但宇宙海中 无数古老势力 顶级势力 都会在其中行走 为的就是找到前往终极的办法 古弟解释 终极 秦晨看向古弟 当初幽明大帝曾说过 前辈 你已走到了进化路的终极 古弟摇头苦笑道 秦晨小友 你就别嘲笑我了 我算奶门子终极 那幽明大帝当初这么说 只是因为他的眼界太低了 没见识过什么大事面 以为大帝路尽头 就已经是修行的终极了 如果幽明大帝听到这话 估计会气得吐血 自己堂堂明界四级大帝 居然被说成眼界太低 古弟继续道 但秦晨小友 你之前在明界也曾见过了 不管是明神 逆杀神帝 还是深渊中的那些主神 巨视在神帝路上 走到了一定阶段 跨入到了高危的存在 而那古仙路的尽头 则是传闻能超越神帝 走上神帝真正终极路的所在 古弟不由感叹到 头颅抬起 目录向往 那条路 是他也极其渴望踏上的 神帝路的终结 秦晨内心一阵 难难开口 古仙路吗 不过秦晨小友 古仙路的开启 并非是一直的 而且有某些条件 更何况 以你现在的实力 古弟看着秦晨 微微摇头道 不是我不让你前往那古仙路 实在是以小友你的修为 若是贸然踏上那古仙路 是或非福 我的实力 秦晨难难 心中也已经了然了 虽然如今 他已跨入大地境界 并且单纯地论实力 哪怕是遇到幽明大帝 这样的四级大帝 也并不惧怕 可在见识到明界那一战之后 秦晨还是深深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 毕竟 不说其他 眼前的古弟前辈 便可将自己镇压 更不用说是深渊中的那些主神们了 神帝 是远远凌驾在大地之上的一个境界 自己需要努力的 还有很多 古弟前辈 多谢教诲 秦晨站起 微微拱手 躬身行礼 眉宇间充满感激 虽然古弟前辈没说什么 但秦晨能感受到 古弟是真心为自己着想的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无法说明白而已 哎 小遥 你这是做什么 古弟急忙站起 拖住秦晨 额头盈盈有冷汗冒出 靠 让秦晨给自己行礼 那小子不怕 自己还怕折兽呢 这因果 能不承受 还是别承受的好 秦晨健壮 只得坐下 不知前辈可有其他教我 古弟微笑道 其实小友如今最需要做的 是融合这初始宇宙 秦晨心中一动 融合初始宇宙 古弟道 当初我之所以阻止小友你融合初始宇宙 是因为小友 你还没有阴阳融合 如今的小友 你已经融合了冥界的力量 想来你也能感受到 因为某些原因 这初始宇宙 根本无法成长 而因为初始宇宙 无法成长 也导致这里很多强者们的修为 无法继续提升 如今 小友你已经突破了大地境界 且以阴阳融合 已然可以融合这初始宇宙了 只有真正的融合初始宇宙之后 小友你才能彻底地掌控此地 并且修为才能有所进步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融合初始宇宙后 此片天地将有一定的可能 暴露在整个宇宙海的眼皮下 而不会像现在一样 悄无声息地隐藏在这 不被人轻易察觉 古帝深邃看着秦晨 之前那天伐雍兵团之人 想来应该也让秦晨小友你明白 一旦此片初始宇宙暴露 会惹来什么样的麻烦了吗 特别是此地还能连通冥界 必然会遭到诸多势力的给予 文言 秦晨目光顿时已冷 天伐雍兵团的所作所为 显然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那根本就是一帮畜生 想到这 秦晨当即沉生道 古帝前辈 不知那天伐雍兵团背后的天族 那天族 便是我所言的宇宙海势力之一 并且在那些势力中 还称不上是顶尖的势力 想来现在小友你也应该明白 我当年为什么会带领古神族 反抗宇宙海诸多势力了 古帝冷然道 前辈大意 晚辈佩服 秦晨当即站起 躬身行礼 别 古帝吓得赶紧将秦晨扶了起来 靠 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朝自己行礼 怪吓人的知道吗 别人不知道 可以随意承受你的因果 也不会造成什么麻烦 可我不行 我要是担了因果 怕回头折寿 嘿嘿 小友 该说的我都说了 小友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紧融合初始宇宙 其他等融合初始宇宙之后 再来和我交流 毕竟如今初始宇宙中的超脱强者越来越多 且因为打开了两界通道 冥界气息正在和初始宇宙缓慢进行融合 若是等初始宇宙发生某些变故 那就麻烦了 古帝提醒道 多谢前辈告知 秦晨拱手 那晚辈就先告辞 话落 秦晨带着思思等人转身离开了虚海 呼 总算送这小子离开了 现在 就等初始宇宙 融合了 古帝不由地松了口气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